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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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上裁判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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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速度非常棒 力量也很足 他小時候是崇拜李小龍 所以才開始練舞的 16歲開始練的 現在兩人到 兩隻手 纏住對方 夾住我們鄭博的雙手 對於目前武林峰的指度而言 是不接受的 好 這個不錯 到 好那鄭博來自我們方便的 新武創新俱樂部之前 在武林峰也對上納菲 打得也很不錯 是一位正在成長起來的年輕拳手 而且 也是有一定的這個比賽的經驗 對 那剛剛本來這黑龍納菲要起 要起飛做跳膝 但是看鄭博的準備了 鄭博可能這個準備得比較充分一些 對打敲主意了 好接得出來 好 發力只能一次 對 鄭博還是要在拳法上多做一些 那但是呢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們的這個黑龍亞瑟的跳膝 這是他拿手的武器 好 其實兩個人的近身的小勾拳都打得不錯 千百球命中了 好準備上西誰先上 對方 雙方都沒有這個 都不給對方上西的這個距離 是 那在我們的黑龍在泰國打比賽的時候 他KO不少掉不少個泰國人 所以是實力相當不錯的 但是在去年的11月 因為他在泰國電視台三台對上擅拆 但是就打不過擅拆了 擅拆了摔他 走出來 雙方我覺得打得還是有稍微有一些緊 是 對 然後還是這個不夠 不是特別的靈活 然後跟對方這樣打進攻的話 我覺得這不是鄭博的這個揪勢 我覺得還稍微靈活一些 對 要去鬥對方 要去讓對方的動作引出來 然後去迎擊對方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現在進行到第二回合 那話說這位黑龍在目前的 Top Team 受訓的 其實也可以算是這個謝雷的同學 剛才同一下俱樂部在那邊受訓 剛剛K龍想用力量來吃鄭博 但沒吃到 鄭博其實攻擊力也蠻強的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黑龍其實蠻有心要佔據這個主動的一個攻擊的態勢的 當然以鄭博的力量而言呢就是邊打邊找機會 其實對方的防守還是做的比較到位的 鄭博的這個拳很難打得進去 是 而且面對鄭博的進攻其實黑龍就是頂著 往前壓 好 剛剛鄭博被壓到了角落 不過鄭博打得也蠻鎮定的 是 對 拳打不進來就是吸 又被壓到角落了 小心 鄭博很想把這個 把這個擊打的距離拉開一些 是 能夠讓自己的這個身高臂展呢 能夠發揮出一些優勢 但是對方不給他這個距離 對方一直壓 步步緊逼 我不給你距離 我就要跟你火拼 我就要切近你 切身近戰 讓你連出腿的機會都沒有 對 不給你出腿的機會 好的 前後之拳 又壓到角落了 是 又壓到角落了 對 好 這麼頂吸 但是對方用手肘來頂住了 這個跟平常的訓練有關係啊 在我們的黑龍 他們的訓練就是比較壓迫式的一個打法 是啊 我覺得他還是 添加了自己的這個自身的優勢 來 來 來做這個樣的一個戰術 對 就是壓制對方 然後自己的力量是比較突出的嘛 是 而且抗擊打能力也有 剛剛 我們的鄭博又打滑了 鄭博要小心 是 轉出來 不要再圍成的 一腳 好 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迅速調整一下 是的 動起來 鄭博 現在的力量 現在的這個體能可能出現了問題了 是 這個動作做不出來了 好 請 注意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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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鄭博目前到 到目前為止 西法都被 哦 雙方想到一起去了 對 雙方都想跳西 但是鄭博先跳起來 正方稍微快一些 打到第二回合其實都還是一個五五波嘛 對 鄭博就想打遠一點的距離 可能把距離拉開一些 拉不開 拉不開 然後對方不給你這個距離 對方就要步步緊逼跟你 這個爭槍實彈的內偽的這種較量 對 而且你想走你想遊走的話 對 我反而把你逼到角落裡 是啊 好 好 雙方進入第三決 那這場比賽鄭博會大量用他的西法 可能也是受到這個阿朗猜的刺激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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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在進攻節奏上加快了 是 又是拳法的輸出上 雙方都 我要小心了 今天的黑龍啊 體力儲備十足啊 在第三局 加高了他的密度 好 這模棚站得不動 是 轉出來轉出來 好 不能 雙手固緊 對 固緊固緊 好像對裁判有一些不滿 對 他說他沒有固緊啊 對 因為在英文的clinch是要鎖住對方的後頸才算 是 是 他說我只是摸對方的脖子沒有鎖住啊 顧拳 白圈 這時候要出現腿法了 是 要出現高邊腿高掃 高掃 好 怎麼把對手推開也是一個大難題 好 現在鄭博被推開了 小心 被帶著走 現在黑龍非常的有技巧 勾拳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這個黑龍的左手 他會控制我們鄭博的脖子 好 鄭博多打一打勾拳 好 加腿法了 對 這場比賽順利 進入宇宙搏戰了 小心 這個時候雙方內圍的較量我覺得就是拼這個 對 身體速度的時候 是 上高 好 雙方在角力 看誰的拳法更刁鑽一些 是 近距離的 勾拳 雙方都累了 最後一波 打勾拳 打勾拳 一副 這樣不動啊 小心 雙方在對勾 目前鄭博也是很為難了 因為他一走對方就推他 對他只能頂啊 硬頂 對方的這個身體素質太棒了 對 因為他也不想讓裁判有一個他次數跑的一個印象 是 好 追過去 對 不錯 場上裁判李瑞比賽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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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 河南衛士武林風天津戰的比賽 我是現場解說 蔡子賢在我身邊的是方便 大家好 我是方便 現在為各位帶來64.5公斤級的比賽 紅方是正科 藍方是卡法 比賽已經開始了 好 這個卡法 第二次到國內比賽 對 在去年11月4號 在武林風昆明戰隊上 秦京旭 在一局2分 2分10秒就把對方TKO出局了 戰鬥率非常的強 那話說 原來這場的對手是劉淇良 因為兩天前受傷了 所以緊急把正科叫過來了 他兩天內從70公斤降到64.5萬 對 相當辛苦 好 三方前往較量 對 目前這個我們的正科 在我們的河南衛士的這個明輝俱樂部 正在8號演播廳的樓下 是 正科是反架的 感謝辦展嘉賓 武林風環球拳王爭霸賽 實價壯戰 武林風雙冠王 中國語量級最強男 楊卓2018年度首秀 60公斤級 中國一姐王聰重磅回歸 2017 63公斤級 世界功夫之王 馬克希姆 王者公將 星光璀璨 大排雲級 武林風環球拳王爭霸賽 實價壯戰 河北城體育館2018年4月7日 武林風現場直播 賽事咨詢電話 037交55007230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天津市武清體育中心 WR武林風環球拳王爭霸賽 天津戰鬥比賽現場 武林津級的比賽 即將登場的藍方選手 來自搏擊王國荷蘭的一位年輕人 今年只有20歲 但是他絕對稱得上是 當今荷蘭踢拳 年輕一代的代表人物 這是他第二次走上武林風的擂台 不知道能不能夠 繼續擴大戰果 能夠取得連勝 我們掌聲有請來自荷蘭的 卡法 卡法 李梁鐵 對 李梁鐵 李梁鐵 parler 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 在过去武林风擂台上的一年 成长非常之迅猛 但是今天他将面临的是巨大的挑战 不过也是对自己一个难得的检验 我们掌声一起来自中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训练比较严格 有联系之前 这卡法在过去欧洲比赛 又一次三联系被扣分了 所以在两个联系中间 要稍微中断一下 加一些其他动作 就不会被判为联系了 糟糕 糟糕 现在郑柯又被压住了 有点怕拳 郑柯不要一位的去备防守 是 因为他就是要等对方先进攻 因为对方的反反也是 防守反节非常的狠 对方的力量很大 是 很大 很轻松就把你的防守的报价给打开了 对 从去年对上秦庆序就知道 他的力量超大了 是 他这一场还没有把他最大力量用出来 好 中断草 托之拳 是 郑柯注意银记 注意银记 阿顶西 阿顶西 不错 糟糕 目前我们的郑柯没有防守反击的意识 可能也是累了 两天这个降六公斤也是难为他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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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过去我们的郑柯在泰国 其实他可以用低砍踢就TKO掉泰国选手了 所以他低砍踢也蛮不错的 今天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 都没有用 他的后手拳也没用 转身边拳也没用 低砍踢也没用 什么都没用出来 就是挨打 对 让对方这个护手很重的啊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在台下看不出来 因为他的对手可能是气势太强了 是 让他完全打不出来 就是整个一个气场被对方压制住了 是 有时候在后堂练得不错 不要站得不动 转出去 又被压制了 插起了 插起了 我觉得已经是 是 被拳击中腹部了 对 很难受 这个 调整一下 啊啊啊啊啊 西上头了 不行 让他能不能坚持过去 然后背后 不要转身啊 这个很危险的 对 好 这个数秒啊 这一局应该没问题 好 千百拳 好 要注意这个 郑柯其实状况已经不太好了 但是依然能够把这一局坚持下去 是 非常地了不起 腹部被吸撞一下 然后头又被撞了一下 是 对 他的教练已经在帮他做处理了 帮他用冰块冰他的内骨 好 对手的前手拳加西壮接得很快 而且他还有终端的一个扫踢 他在刚才第二回合啊 郑柯被赏了一次毒八 是 毒八至少扣两分 对 然后又一次西上头搞不好也会被扣一分了 跟他只拿到七分 就看这第三局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糟糕 又被压到角落了 这个卡法现在是打开了 对吧 拳法打得很顺了 现在几乎几乎没有在还手 就像打沙袋一样 又击得负了 对方只有还手了 没有还手的力量 裁判尤可恩 非常辛苦了 正好 郑柯自己也回去要再稍微调整一下他自己的状况 后续也许还有机会会再遇上这个卡法的 应该不是故意的啊 正好趁这个机会啊 这个郑柯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 其实双方都可以调整一下 好 看起来卡法已经恢复了状况 那郑柯经过短暂休息之后呢 还能够对拼一下 对 还能够对拼一下 但是中了两拳又开始了 糟糕 要注意盈棄啊 小心 双飞滴掉下来了 在过去郑柯看起来虽然瘦 但是他还能够跟对方顶 但是遇到卡法中等级的就顶不住了 好 危险很危险 所以后续郑柯在力量上可能也要再加强一下 是 好 说得不错 这个郑柯的教练在底下着急了 是 拿起撞 但是可能心有余力不足 对 心有余力不足了 因为现在气都快传不过来了 对 上网做一下调整 好 到现在才用后手啊 太晚了 手拉好撞起 它趁烟雾的吸出去 郑柯要不要着急 要抓机会 抓机会 好 看起来 南方也开始在调整体力的 好 看起来 南方也开始在调整体力的 现在双方在腿法上有所较亮了 是 飞起来 肖仁拳 哇糟糕 又接了一个 空对地的发射 哇 这一连续 对 身体素质太棒了 力量也太棒了 一连串的火箭炮发射了 对 身体素质太棒了 力量也太棒了 太强了 简单的处理一下鼻血 这个卡帕可能双手一摊说 哎 裁判怎么没强毒 对 卡帕刚才摇头了 我觉得也是说 对方的这个抗击打能力怎么那么强 怎么打都打不倒 10秒 郑柯 再来给他 不错 哦 转身拳拳 好 哦 好 好 郑柯在最后的这个 找回来自己的 对 信心一些 信心 这个擂台啊 就是要给这些年纪选手 创造更多的机会 是 让他们锻炼自己 对 可能比赛并不会获得胜利 但是通过这样的比赛 去锻炼自己 知道自己的不足 对 一点一点让自己强大起来 是 哦 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 过去郑柯是打得不错 但是今天有点踢到铁板了 对 那没关系 今天整场的比赛 好像是被对方 全面的压制住了 对 所以也没有办法 所以有时候在管内 在对打训练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狠一点 是啊 要找一个稍微 强一点的对手 对 对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1号裁判 26 比30 2号裁判 26 比30 3号裁判 26 比30 比赛结果 蓝 三号裁判 三号裁判 1号裁判 2号裁写 竖子 外 doinร式 我想自己赢的比赛 因为我非常喜欢 内台上那种拼搏的感觉 也希望自己的每场比赛 都能打赢 所以说 我就想当时 在场上的感觉就是 我必须要坚持 我必须要坚持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天津市 武清体育中心 WRF武林峰 环球全方争霸赛 天津战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这场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来自罗马尼亚的 一位全台的老将 当前的战绩相当的了得 62胜27负一瓶 ISKA的世界冠军 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罗马尼亚的 阿里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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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斯 7月前兩週三節 Cue doing 28,31 sun Itsuki English Germany mi能 鷹 Elie BanScore 即将登场的红方 来自荣道格斗俱乐部的一个年轻人 今年只有20岁 身高1米77 战绩是18胜6负 12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 刘贵超 有没有没有力量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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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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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再组合 是面试的 是在这集你 的想象 这次看来是 20次 第四个 辅 exceeds 70kg 277cm 全都在 18cm 斗 20次 后 我 数 臘 我们的国家人 我给你刘归枪 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打烊 刘归构 性别生 İyi 水 先凳 戇 戇 三 二 三 五 五 三 是的 他原先是罗马尼亚人 他到英国去练拳 那很喜欢这个波球 所以跑到泰国去投靠他了 看来这个明星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 希望能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来练拳 对的 那我们这个雅丽科斯在这个级别算比较高的 过去他胡子比现在更长 所以有些对手会在场上玩他的胡子 相当有趣 那注意一下这位选手会有小动作 他会把右手举起来吸引你的注意 然后他用前手来点你 有些拳击式的 有些拳击的老手也会有这种小花招 甚至他会扭屁股来干扰你的 判断他的出口的心 放 那谈到这个刘贵成 刘贵成是来自戎道格斗的 他是自由搏击跟MMA双七的人手 原来安排给他 他对手是迪阿狗 前排拳面中了 继续组合拳 看什么抓住机会 对方摟抱不给你打拳了 因为晋升就是对方拿手的绝活 那我们话说刘贵诚他的转身边拳 跟这个转身的腿法是他拿手的好处 是 刚才做了两个转身的后白腿 好 现在计身 小心 那目前这个篮方 篮方一直叫这个教练 叫这个亚历克斯出西法 但是还没做 好 洪博先生说要多打一打这个启动 因为对方这个启动稍微慢了一些 目前刘贵诚打得还是不错的 他在自由搏击跟中文格斗转换的很顺利 能够先这两个项目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是 因为他先在体校练了四年的散打 所以他是以散打功底的一个选手 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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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赛进行到第二回合 蓝帮选手 他身上也背了好几条金腰带 所以是实力也蛮坚强的 而他的冠军头衔站 都是要打五回合的 所以其实体力不错 刚刚这个双方互有攻防 我们的刘桂成打到南方的下巴 南方的高嫂打到这个也打到刘桂成 刘桂成在拼拳的过程当中 还是能占了一点点便宜的 我觉得要坚决的做一做拳法 要小心对方的吸 这个泰国教练一直叫这个南方选手 一直出他的前膝左膝 好 郭忠勺 小心 有点晃 因为是一个接腿之后的重拳 要小心 因为常常我说接腿玩不一定要摔 接玩家重拳才是更有效的 对 现在两个是拳法护攻 他在调整他的壁咕 这个麻烦 刘桂成也学是聪明的 对方的手碰到他的头 他就赶快跑掉了 知道对方控制他的 对方可能要对 要用这个拳法来占量距离 然后占量一个西攻的一个距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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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蓝方亚利克斯很聪明 用这种方式来做控制对方 做西撞 这个裁判是不会抓拉犯规的 就是摸住对方的头 刘桂成 还是要在拳法上多做一些多做一些 刘桂成其实拳法很重 但是今天冷招 蓝方也打得比较聪明 好 命中了 蓝方脚线 对 那我们再谈到这个蓝方 其实蓝方小时候他个子比较小 比女生还瘦小 所以呢常被欺负没有信心 才开始练拳的 啊 还从这个练拳上面找到了一些自信 对 蓝方派对我们国内的这个 格斗产业的蓬勃发展 大家觉得印象深刻 他一定要好好在多打平场 在第一场他目前为止表现还不错 啊 很危险的后手 是 还好这个刘桂成 要坚决做一做后自权加千百拳 一 二 三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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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舍身转身飞机 赌这个大招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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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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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好 到第三回合了 那在2017年的1月 我们的这个蓝方选手曾经在伦敦跟中方选手借尾打过67公斤级的存在 那一场比赛是三局下来是蓝方获胜 那今天看看我们的刘过程能不能打赢我们的亚利克斯 应该说蓝方选手是第一次登上这个50分的比赛 漂亮 这个拳打得很结实 但是他们在拨球那边他们的这个腹部的抗击打应该也做得蛮扎实的 好 现在蓝方很聪明啊 教练叫他怎么踢他又怎么踢一样是前脚 尤其是前腿 又是前夕 前夕在控制距离或者前腿 在控制距离不要让对方进来 对方都叫他用前脚踢 漂亮啊 这很重呢 是 非常重 前踢少 很痛啊 一样一样是前踢 好 这一回合其实就看出来就是 他跟那位泰国教练配合已经比较好 是 已经有点默契了 就执行力 前两回合没有配合好 执行力还是有的 对吧 教练说怎么打就怎么打 一直在做左踢 红网园总刘桂成要还是 他还是我觉得还是想打拳 前往那还是能占到一些便宜 这位泰国教练啊 很执着啊 一直要用前脚左脚踢 其实这位泰国教练啊 很执着啊 一直要用前脚左脚踢 一直要用前脚左脚踢 前扫着连续踢 然后这个蓝方选手亚历克斯啊 自己会配菜啊 他一样左脚有出 但是他配一些拳 其实但是也要看选手了 有些选手他不习惯用前脚踢 是啊 他习惯用后脚踢 你教练就要用前脚踢 他很别扭啊 其实教练还是对运动员要有所了解 是 知道他擅长什么动作 是 因为我看出来这个Alex他想出后高扫 但是呢他教练就要出前脚 所以说心里很犹豫很重 对 刘贵诚现在想多做一做拳法 但是对方不给他这个距离了 是 那刘贵诚比较吃亏啊 他们老板今天没来 是有他们的 好像是没有人指挥 对 所以他人自己打 相对之下就是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个辛苦一点 好了 最后 比赛最后了 出了一个招踩 太难了 那有时候这样 比如跟你同年纪 或年纪比你小的这种空的助理啊 嗯 跟你喊一些话你可能也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对啊 其实这样你会 其实你会有怀疑 是 会有怀疑 那或是呢 和那个空的那个角落 他也不敢抬 就是我跟你不熟 或我辈分比你 我觉得一般 我没办法指挥你啊 对 一般 这个教练还是要 要到现场 这个清零指挥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 对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比赛结果 来 放下 有请天津市阿福马拉港湾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焦建锋先生 为双方颁奖 感谢颁奖嘉宾 我还想谢谢我选择 我们承讯了很好的战 一场很厉害 我會做太多的戰鬥,他很頑童,我真的太長了。 我現在長大,我現在已經29年,我已經三十年了。 我相信他三十年了,他已經有了他的全球前進去的過程, 他很壯,很壯,很壯,所以我希望他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更好一年, 他其實很壯,沒有很多人在這個世界上都被受到我做了。 所以谢谢我的伴侣 帮助他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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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天津市武卿体育中心 WF武林峰环球拳霸赛 天津战的比赛现场 即将登场的两位 都是这个擂台上的新人 蓝方选手今年23岁 身高1米80 当前的战绩是七胜一负 这七胜可是七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日本的 合刀大汉 这奏 听手是Xynam粟 讯息 近处 我宠战的 同方选手来自新舞创新博击俱乐部 今年23岁 身高是1米83 也是一位新人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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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正 要乘 明明 他记得吗 他记得吗 我记得 他记得 他先让他快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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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恒南卫视 武林峰天津站的比赛 我是现场解说 蔡主贤照 身边的是方便 大家好 我是方便 好 这一场中式大战 是 一开始 两位年轻人的对决 是 同方的是王超 蓝方的是河岛大海 主要是还是 我觉得要介绍一下这个日本人的这个战绩 这个战绩 他是空手道选手 高中二年级转自由搏击 目前是大四的学生 然后呢 他七胜 目前是八战七胜 七次都KO的 这一记后扫相当的重 刚才我看到了 然后他的低坎踢也是一样 扫没几下 对手都跪了 是啊 刚才的这一个 再来是他的 对 再来是他的那个 膝上头 他会绕到你侧背面啊 做膝上头 过后手的防反或吸上头都是他的必杀技 所以今天两位是硬碰硬啊 是 后直前摆 后直前摆 是 那王超的防反意识其实也是蛮强的 在过去他的防守反击都打得很好 好 那这位河岛大海啊 因为之前他都是秒杀对方啊 所以其实有一战他是队到中岛桂红 然后被 站到第三回合他没力了 打输对方 所以最近也开始加强体力的训练了 因为以前打太快了 好 怎么了 这个高扫但是呢 看一下 跳一跳 好 注意一下 那个 注意地方护扫 对 他的高扫很重的 注意地方护扫 注意地方护扫 他有气壮 然后再来就会配他的地坎踢 要注意一下 好嘞 王超这个时候恢复了啊 是 好 后手 肌腹 其实这个时候打完了 可以往他的左边走一走 是 但是对方也很会走啊 是 好 好 其实在角方 好的 现在 对 王超的位置 王超打完拳其实可以接后高扫 要注意一下 双方前脚都要抢位置 要前脚抢那个位置 抢到外侧 好 王超抢得比对方的好 后高扫对方没有距离了 可以接着接腿摔 是 好 今天这个王超的拳 一定要注意对方的这个后顶系啊 是 相当的威胁 对 所以把这个王超的拳给弄到变形的 打得不是很准啊 可以让对方做完这个腿上的动作以后再去打拳 对 那过去这个王超打防反的意识是非常好的 好的 前刺拳 前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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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前刺可以加后手 这个时候要注意对方的后后腿上面的所有的动作 对 对 所以王超一直往他自己的左边绕是对的 不要往自己的右边跑 对方高扫 跑左边了 是 绕出来 绕出来 好 小心 谢谢 其实对方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或者后顶系 对 尤其是后顶系非常的危险 都是他左边的 左半边的动作 对 就是作为王超来讲 第一个还是要加强的前刺拳 对 要控制这样的一个距离 对 让对方顶系的时候 可以做一做前摆拳和前刺拳 这样可以拉开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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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局 是 我觉得第一局王超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尤其是遏制对方的后腿 是 在两局接腿以后让对方的后腿有所顾虑了 是 但是对方有吸法 还有带地坎踢 注意一下 不错 打完拳 让前手去支撑对方 对方进不来 中了一个吸 要小心一点 可以加千摆拳 不是加千摆拳 打完了以后往自己的左边跑 现在对方开始用地坎踢了 是 因为你会接我的高扫我就低坎 也可以用嘛 对 不中扫其实王超也可以用 好的 对方的 侧面去走 是 对 糟糕 这个空手道的一个拳法 是 这个很蠢啊 这发力很脆 是 糟糕 王超能不能起来 能不能起来 哇 这个蓝方空手道的基础训练真的是 不打了 太太太恐怖了 好 待会可以看一下慢放 对方的上下的结合非常的顺 尤其是腿上接 后支拳 拳法再接 腿法 前一回合 这个王超都在注意他的腿法跟西法 是 但没想到他的拳也是那么恐怖的 对对 突然来一个拳 看来对方还是很有实力的 是 尤其是看了他的战绩以后 八战七胜七次KO 而且刚才看就那一拳 一拳就倒了 是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8秒 同方祭拳 比赛结果 来 放射 有请 天津天鹅湖华夏珍宝博物馆签约画家 梅花王 李英宝先生 为货神帮颁奖 祝货河岛大海 这次的印象是 但是 相手的刺激也很强 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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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认为可以赢得好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天津市武卿体育中心 WRF武林峰 环球全盲争霸赛 天津战的比赛现场 即将登场的篮防选手 来自日本新K1的新贵 曾经战胜多位日本的搏击高手 当前的战绩呢 是9胜9负 4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日本的东本 杨贵 杨贵 我认为这次是 是9个人 最后会出现 是9个人 有红人 偶然 是9个人 人 你 我认识的 有红人 有红人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金腰带的拥有者 当前的战绩27胜 欺负7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 王志愿 本上所有的尝快 我得不在自己处在 让我看你喜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场上裁判牛曹旺 比赛现在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打就是以KO对手为目标 都是下手非常的狠的 在底下对打的时候 就是以KO为目标 对 关里面的风格就是狠 两个共同的对手 都是我们的泰斗 在王志愿也KO过泰斗 我们的东本央柜 也踢KO过泰斗 非常重 后中槽 哇 两个都一碰一碰 王志愿要紧张起来 是 那东北央柜拳法很重 要小心一点 而且是反架的 然后呢 我们东北央柜还有上下两段的一个后扫踢 所以呢 你不容易判断 刚才的后中扫非常重啊 是 王志愿不能放松 还要紧张起来 对方拳跟这个腿都很重 双方现在其实 还是在试探的一个阶段 是 并不是特别重啊 抵抵抵没有顶正 现在是凉胶一推开 还好 要小心 对方推你就要做动作了 王志愿还要灵活起来 王志愿还要灵活起来 是 但是刚好被躲掉了 是啊 太可惜了 其实可以多做一做 是 那王志愿还有好几招吧 好 转身边险 好 打个引擎 这引擎打得很准 王志愿一个挑衅 你来呀 你来呀 其实他的后子权已经在等好了 是啊 这是一个陷阱 对方力量蛮大 对方力量蛮大 是 他每天都在做那深蹲啊 这些力量训练的 王志愿想打引擎 对方是做防反 两个人斗智 是 好 注意赢记啊 好 点心赢记 对 就是这个点心 对 王志愿的吸法 好几种线路啊 还会双飞吸 有时候是改变一下路线 跟改变一下高度 还有改变一下时机 其实对方的这个 第二次的吸法 这是王志愿的这个特点就是 拳接吸 对 而且吸的路线非常的多 对方报价下来了 有漏洞了其实 对 可以注意赢记 转身 其实可以跟个后边拳嘛 是 他以前会跟的 王志愿 哎呦 王志愿故意来 好大 哦 王志愿又给对方挖了个陷阱 是 你来呀 你来呀 对 其实前百天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次王志愿跟打了非常透明 王志愿 今天非常的自信 是 他在故意耍对方啊 好的 白队抓住机会 有机会对方 高手 对方困了 对方困了 有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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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再看的比賽 尤其各位要去揣摩一下這個王志偉他的一個心理戰 堪稱今天的最漂亮的一場比賽 尤其是王志偉在頂著對方讓對方來打自己的時候 太妙了 我回去這場比賽我也要好好再看幾次 這些招他在館裡面有用過嗎 是挑釁這些 其實我覺得是一種自信的表現 對 就是打時間久了 然後我就很自信了嘛 然後我可以做 隨意 任意地去做任何動作 挑釁的動作也好 現在全部比賽結果 比賽進行到第一局 2分53秒 紅方KO對手 比賽結果 紅方射 讓我們贏 有請 有請 英牛飲料有限公司 英牛飲料有限公司 西安辦事處崔建國總經理 為雙方頒獎 祝賀王志偉 也感謝 東本楊貴 祝賀王志偉 非常精彩的一場比賽 觀眾都在為您呐喊 謝謝 謝謝 因為賽前也相對地來講 做了一定的準備 然後觀看了對手的視頻 然後知道他是反架選手 然後有一個後手跟一個後腿 但是金山非常尷尬 他踢我的時候 我一個反擊就踢得當了 這我真不是故意的 但是因為正反架選手 非常容易踢得當 比賽整個的過程 覺得你還是比較放鬆的 對 因為我對這個比賽的結果 可能看的沒有那麼重 我只希望把我自己表現得非常好 然後能在擂台上為大家帶來一場精彩的比賽